不能唱了 不然是吧 一吼一个勾音 然后咔 伤口裂开 然后血就会喷出来 然后就会 血 为了你们这个身心健康 所以到时候我先休息个一两天 然后唱 到时候真的唱歌的话 我也会 我不会唱那个蔡高亢的歌曲 血 但是我拔牙的时候肯定 肯定有很多血在嘴里 然后肯定 大夫肯定会让我吐 然后 然后 一吐哇全是血 我就可以演一下 血 我是不是活不久了 医生 你实话跟我说 我还能活几天 你估计医生肯定会说 你走错地方了 你不应该 不应该看牙科 应该看精神科 哈哈哈哈 我自尽化 辽桥风波 而今淡血都落为此出刻 我一生 搬 秋季飘着 小小小小小 为什么要拔牙 因为啊 就是人家发育 时缓人家38了 才开始长后面的智齿 然后就是 长得不太顺利 好像是那种祖生的 就是它长不出来 它想长出来 然后长不出来 然后 然后吧 牙龈就开始肿 然后越肿越厉害了 然后现在就是 要消消炎 然后等消肿了之后吧 然后我就 我就打算去把它拔了 不拔的话 肯定它还会再肿的 对 你们 你们还没有长 就是 你们还没有长智齿的 有两种原因 一是你还小 二是你发育齿晚 但是 你迟早都会长的 所以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 如果你们到时候 像我一样 就是肿得很 很厉害 就是赶紧拔了吧 就不要觉得说 不拔也没关系了吧 我只要忍一忍的 它不肿了 你不要这样想 它会翻来覆去肿 它之所以会肿 就是 就是它 它是 长得不顺利 就可能长得位置不好 或者是 或者是那种祖生的 就是它 它长不出来了 你的牙齦挡着它 它怎么都长不出来 所以它就会 它就会长一段时间 停一段时间 然后过一段时间 再继续长 看看它能不能长出来 然后这种时候 它没长一次 它一顶你的牙齦 你的牙齦就会肿 明白了吧 你会肿很多次 这样的话 还不如是吧 长痛 不如短痛 不如把它拔了 对 智齿就是充满智慧的牙齿 那我拔了之后 会不会我的智商会受损 会不会 万一 万一我的智商 全部都集中在 这一颗牙上 一拔 我不就没智商了 拔牙 傻三年 所以说你们以后 一定要心疼我 如果我拔了这颗牙 我傻了的话 你们以后要心疼我 为什么我要傻了 你这么开心 万一我傻到都不认识你们了 怎么办 万一 我拔了牙回来之后吧 往这一坐 你打开摄像头 你们是谁呀 我是谁呀 我为什么要坐在这开直播呀 你们送我的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好吃吗 还有吗 是已经啥 我在演 人生如戏全靠演技 这都记得直播 我不记得 导演 人家错了 人家演一遍 演一个 拔了充满智慧的牙周 没有了智商 变傻了的这样的一个人 这角色真的好难驾驭啊 这是哪儿啊 我面前这个东西是什么呀 为什么这个会出人啊 请你来之恙 你们是谁呀 愿意识心声声碎 你们送我的这个是什么呀 我是谁呀 带小舍 敲光 心灵尖锤 泪要动力 你伴写过 缓缓 归 好傻呀 是吧 我不知道啊 这是我妈帮我开的呀 我妈帮我开的说 我坐在这儿 行了 情落草散 而散如街 细小春就淡是绝天 啊 这有一个人说 小姑娘跟叔叔走吧 叔叔给你买糖吃 不 叔叔我们不约 哎 我为什么会说这句话 诶 叔叔我们不约 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我会说这句话 我为什么会唱这首歌 天淡天青 俗语神经 行了 卡 演得非常好 有的说我 有的说我凑不要脸 你才是表脸 你才是表脸 你才是表 你不要忘了你才是表 你身为一个表 有什么有什么全力输别人 哈哈哈 简直了 这是主播骂人吗 不是 就是他真的 他真的一个表来变身 我给你放一个变身音乐啊 你就是 我爱真心 我爱最游战的世界 真好心 从前可以逃乱 好 你看你们你们看你们看 不信你们看 他已经变成表了 你们快看 你看 看到没有 来带时间了 你看 几点几分几秒 还是电子表 我没有骗你们吧 他真的是个表 他刚刚 他刚刚说 说我是表脸 表脸 他的脸才是表脸 他自己就是一个表 你有什么权利说别人 你自己身为一块表 你还要说别人 简直了 我给你唱首剑走 是吗 哥哥 那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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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没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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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不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